近日在云南昭通举办了一场 异装飞行表演活动 来自中国 挪威 英国 美国等国家的运动员 在大山包的骑风险鹤间 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两名运动员组队 从海拔3200米的昭通大山包景区 大崖洞玻璃跳台跃下 以每小时245公里飞行时速 在大峡谷完成急速飞翔 空中转体270度后 降落在海拔700米的着陆点 我亲眼看了以后 就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惊险和刺激的运动 翼装飞行就是运动员 穿着拥有双翼的飞行服装和降落伞设备 从飞机 悬崖绝壁等高处一跃而下 用身体进行无动力空中飞行的运动 昭通大山包的最低海拔267米 最高海拔4041米 是各国翼装飞行运动员 理想的比赛场地 身体 shield 需要 双镇 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